凉凉跑还是不跑 这里BBC已经有一个报道 说这个军事力量 瓦格纳的军事力量 直指莫斯科还不到500公里 开中马力两天就开到了 这里有一个兄弟 这个帖子写得很棒 分享一下兄弟的帖子 他说现在进凉宫 进凉宫他就指的凉凉了 就是丁丁了 在墨西哥能控制的武力 恐怕只有在墨西哥 这都是暗语啊 他就是说凉凉 丁丁 现在控制的指的恐怕有在校 在军校生 还有哥鲁乌 信号奇 阿尔法这些 都是保镖级的 根本不够打 普利哥经 也就是指的普利哥认 打下巴赫木特送给进凉宫 就是送给丁丁 进凉宫派散兵去守 结果空了 就是莫斯科空了 普强 普起强 普起强就是说的 普利哥人 休整了一个月 带兵就杀向了莫斯科 这是不是计划好的 对进凉宫来说 好消息是梁军开始抵抗了 瓦格纳说 沃罗 聂日 有武装人员进攻他们 已经打起来了 他毕竟是合法的总统 有大意在 虽然自己没干人事 但是瓦格纳这样的封建军阀 更反动 净国 两国大城市的人 好歹都是文明人 应该能看明白 然而坏消息是 吴国军方说 就是 乌克兰了 监控到瓦格纳 从吴国境内 就是入侵的那个地方 向 两国 也就是向莫斯科境内 转移了超过 1700台军事装备 和车辆 如果有这个数字 普起强恐怕不止 两万兵力 我觉得现在成功 成败关键就是一条 尽量攻 你跑不跑 丁丁 你跑不跑 2022年的2月24日 泽列斯基做这道题 考了满分 2023年的6月24日 都是24日 该进年功考这一题了 家伙文笔写的非常棒 很好 评论的也更棒 评论的说 瓜太大 太多 太甜 根本吃不完 我今天决定住在微博里了 我也真是渣 一天刷微博 手都没有 手游都没开 撑死我 我也要坚持 真是傲力给呀 金连工常年练体操 大概率会跑 和喀巴 耶娃 一起练的 自尼不楚条约以来 金连工 真是血在累累 我们都来看 围观吧 这笔电视剧可精彩多了 今天是个好 润子 好日子 他娘的 这几天 钓不生鱼了 我天天得在这里看戏了 我真的是看了一天 眼睛都已经冒火了 赞我土地 杀我通刀 不恨他 还爱他 精神分裂 是砸种毛 娘的今天一顿饭都没吃 就在这里刷刷刷 上完通宵上夜班啊 也没睡几个小时的觉 根本就不想睡 好日子 感谢观看